哈嘍一堆的手是柯里斯丁 之前我們介紹過了 壽司之神小野二郎以及他的餐廳數據屋喬次郎 但畢竟壽司之神年事已高 大家知不知道 繼小野二郎之後 第二個具有神資格的男人是誰呢 今天我們就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論日本國內外都受到極高推崇的 騎騰大將 騎騰肖司 要怎麼樣才能被稱之為新一代壽司之神呢 連續十年米其林三星不墜 常年在日本美食權威評鑑網站名列前茅 將握壽司的技巧做到一致公認 可以變成教科書範本 這個人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騎騰肖司 現年50歲的騎騰肖司出生於日本千葉縣 他來自一個相當平凡的日本家庭 高中以前對於壽司也沒有多特別的研究 就是一個普通愛打棒球的少年 某次在家鄉的一間漁店兼職 老闆帶他去吃了他生平第一次的高級臥壽司 冰涼的海鮮搭配酸甜的壽司米飯 開啟了騎騰對高級臥壽司的認識 寿司是一直覺得冷的東西 我從東京來到東京來吃的 辣椒、沙漬、沙漬的寿司 我感動了 那種不同的洒落 我感動了 對比家鄉千葉喜歡用糖調味 東京壽司味道更加細緻 而且不論是米飯還是上頭的鰻魚或蝦 都是溫熱的 這點讓騎騰相當驚訝 因為吃到的是跟在家鄉如此的不同 因為感受到了壽司的美好 18歲的騎騰決定投入當時頗具盛名的 銀座酒兵位 當任學徒 要知道在日本學壽司是相當辛苦的 騎騰校司的學徒之路在前三年都是在打掃中度過 辛苦的學徒歲月飛逝 25歲的騎騰校司第一次站上壽司台替客人握壽司 那個時候他待的餐廳是東京火腹盛名的金板壽司 與師傅金板針刺一同打拼 過了幾年騎騰校司奉命掌管金板壽司赤板店 高超的好手藝逐漸做起了自己的知名度 騎騰校司認為壽司不是什麼會讓人一吃就痛哭流涕 大為驚豔的料理 而是將優秀食材細心處理 用拿捏得宜的方式在用餐者面前提供出來的料理 米飯不論是用手或者筷子夾取都不會掉落 吃的時候能夠自然的在口中散開來 就是他認為壽司最完美的狀態 2004年32歲的騎騰校司決定自立門戶創立騎騎騰 騎騰騰不名則已一名驚人 2008年第一屆東京米其林就獲得一星 隔年二星 到了第三年就得到了米其林三星的殊榮 往後十年連年保持三星的極高水準 與樹基屋喬次郎同屬國內外最高評價的江戶錢握壽司 講到江戶錢握壽司 可能很多人都還不了解是什麼風格 簡單的理解就是我們如今熟知的高級握壽司 把食材放在米飯上捏製成的形態 都可以算是江戶錢風格的延伸 其他例如關西風格的香壽司 又是完全不同的表現形式 江戶錢流派也特別喜歡 將食材事先處理 例如把鮪魚金爆醬油 心蠻過火燒過 將筆木魚醃漬在昆布柴魚高湯當中 大量運用蒸煮 煮 炙燒等技法 把海鮮處理到更完美的狀態 當然還有大名鼎鼎的熟成技術 也都是江戶錢流派的特色 聊到這邊你一定會很好奇 齊齊騰跟樹基屋喬次郎的風格差異到底在哪 這個部分可以分為幾個面向來分析 第一個是握壽司的方式 在握壽司的世界裡有三種主流的握法 分別是 本手反 小手反 和力反 小野二郎最初採用的握法 是最傳統的本手反握法 也是這三種中步驟最多最複雜的 小野二郎之後延伸出自己的一種獨特握法 二郎反 所以是跟其他人都不一樣的 齊騰孝司使用的是小手反 一種精簡步驟 但同樣能做到本手反所有要領的握法 關於壽司的握法 完全可以拆成一集好好的介紹 各位如果有興趣深入了解的話 歡迎在下方敲碗留言 齊騰孝司的小手反被稱為 日本最帥小手反 動作堪稱教科書等級 而且重點是 能夠在跟客人輕鬆聊天的過程當中 來回切換自己的模式 一下輕鬆聊天 一下專注捏制 跟不苟言笑的小野二郎風格相當不同 另一個差異點在於醋飯 小野二郎的醋飯味道強烈 溫熱而且酸度高 強調逼出海鮮的最大鮮味 齊騰孝司的醋飯講究均衡 溫度酸度跟口感走的 都是極致的平衡 是一切講究圓潤的表現 還有一個差異點在於酒窯 齊騰孝司是一個很愛喝酒的人 所以相當歡迎吃壽司的時候 搭配上等美酒一起吃 這點與小野二郎堅持吃壽司 只能配茶的風格相差甚遠 因為這個原因 齊騰騰在上壽司之前 都會提供各種當季酒窯料理 齊騰騰相當著名的酒窯 包括白紫、章魚、烤紅紅 都是很適合配酒的下酒菜 齊騰騰與樹基屋喬次郎 還有一點很不一樣 那就是用餐的氛圍 齊騰孝司喜歡跟客人聊天 用餐的節奏也比較緩慢 與小野二郎 在30分鐘內吃完20罐的風格 差異巨大 齊騰孝司喜歡將食材都切割好 排列整齊之後 再一罐一罐製作起來 除了視覺賞心悅目以外 也可以讓食材更好地接近想要的理想溫度 與樹基屋喬次郎相同 齊騰騰一直都是走熟客制 因此在2020年 兩間店在同樣不改變自己定位模式的堅持之下 被移出了米其林名單 但是當然 完全沒有改變這兩間店在日本壽司界的定位 齊騰騰一餐大約要價台幣9000元 如今大家若想要吃到本店 必須透過日本美食預約系統 或者某些特定的美食旅行團才有機會 兩年前齊騰騰在香港四季酒店開設了唯一分店 在土地小林遇災的掌管下 成績斐然獲得了米其林二親 想吃的話在每個月初網站都會開放未來三個月的定位 每個人都有機會吃得到 齊騰酵司的風格也許跟壽司之神相差甚遠 但展現出來的同樣是對壽司的熱情 以及一生懸命的堅持 這其實也是不論做什麼料理 想要把東西做到極致美味的一種人生態度 我是克里斯丁 喜歡影片的話請按讚分享訂閱頻道 想知道更多關於壽司的知識 歡迎你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來 香料爆香大火快炒 讓海瓜子的香氣完整釋放出來 用火燻出焦糖香氣 讓魚皮帶有迷人色澤 魚肉充滿煙燻香味 我是克里斯丁 我喜歡料理 從自學一直到今年頻道 通過料理我開始有機會 近距離接觸到不同類型的料理主廚 每一位主廚都有他們獨特的料理技術 但是這些東西很難被大家注意到 當我們學會用不同的烹煮手法 煎 炒 炸 烤 就可以讓一道道家常菜 有截然不同的風味跟口感 這是一堂由四位專業主廚親自教學的烹飪技法課 以亞洲四大菜系實際演練 帶你真正認識亞洲三十二種烹調核心技法 海菜兼容亞洲精髓能減能奢 把手錄藏於火房中的低調誠意 日式割膨 滾水快速汆燙精準處理刀法 保留食材鮮味Q彈口感 依循季節變化出無窮的形質風向 泰菜酸甜苦鹹鮮 匯聚出最開胃的重口味 浮彩斑斓的風味組合 驚艷味蕾 越菜注重火候掌控美味 吃枝好禮 茶子千禮 可謂爐灶上的藝術家 在課程中我會與你們一起學習 具有菜系精髓的料理技法 看似簡單的炸物 下鍋的方式和溫度都隱藏著大學位 探究主廚的每一個步驟 深掘他們的烹調手法與菜系故事 帶你了解四大菜系的文化脈絡與特點 不僅學做菜 更懂得品嘗的樂趣 只想問師傅一句話 禮酒在哪裡 哦 拿上拿過來 我是可以思丁 歡迎你一起加入我與主廚們的亞洲料理課 一起體驗下廚的樂趣 在餐桌上創造無窮驚喜